红绿香煎,入口呢,咸鲜脆嫩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做的是火腿肠烧油菜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把这个菜根处理一下 不让它有那毛茬和那个筋在外面露着 接下来呢,我们说叫火腿肠烧油菜 那么火腿肠说怎么切呢 先切这种 这种呢,叫芫菜片 这种呢,叫向眼片 这样,叫向眼片 出来是菱形的 接下来,我们再切一下 叫月牙片 各种各样切法的,我们都要直到 放在盘里带用 抹刀块,这样 咱们在家呢,一般时候呢 最好是大抹刀片,透一点 一公分厚,这样呢 吃到嘴里啊,非常赶口 过瘾吃的啊 钻呢,在这里是唱主角的啊 把钻做碎 做这个菜里面有放蚝油的 我呢,不倡导使那个啊 因为你有盐 有味精啊 咱们这个朋友家啊 都是必备的啊 所以呢 我愿意吃 咸盐味醋或者鸡精啊 就可以了 也有的朋友说 你能不能给我们做点 放蚝油啊 啊,那叫蚝油油菜了啊 可以做 在这个基础上 你用这个蚝油调味就可以了 其他的料不用放 放,你比如说盐 要适量少放啊 就可以 来,看一下 开锅了 加上盐 少来点油 这样烫出来的菜呢 油滤啊 特别的盐 盐呢 对于这个菜品来说呢 它这个穿透力啊 非常强啊 下锅呢熟得快 这样的话呢 菜下到里面 马上就滤 啊 菜叶一滤就可以了 别让它开锅 现在就可以了 让它凉透啊 要大酒店呢 为了滤啊 这里面必须放个冰块啊 咱们就不放了 必须水分 这个勺啊 必须要这么润出来 啊 勺 必须热透 变成冒到清烟 你炒菜 除了这个效果还好啊 都说家里的火不好啊 家里的火不好 更要润勺 看啊 最好勺呢 没有响声了 说明热透了 然后呢 这样啊 往进来来 看一下啊 油这么大的油 往前烫着一溜一溜的 哎这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 勺热了 羊油热勺 好 把配料 和里肠 葱姜 下锅 炒出香味 哎 炒出香味 少放一点 生抽 52根酱油啊 就是要快 盐 8分块盐 示范用的 喝油呢 就6分口 味精 放入蒜 或者勾完馅来放蒜 这个蒜呢 要使用呢 勾出这个蒜味 最好呢 是勾完馅来放啊 勾馅呢 就要偷馅不见馅 哎 这就对了 哎 馒头 堆状 最后呢 再把锅腿肠 放到最上面 这叫眼睛 好看 朋友们 这个菜做好了 来 往前来咱看一下啊 这个色泽呢 就不用说了 红绿香煎 啊 入口呢 咸鲜脆嫩 啊 回口突出的是 蒜香 又有的朋友说 有没有点点点一下醋啊 来个后边醋啊 根据个人的爱好 这个菜是不允许压醋的 好了 咱们迟到就好 今天呢 这个菜太简单了 分享到此结束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